喜欢家里养一些香香香香的植物 在选择的时候呢 很多会选择茉莉花呀 枝子花呀 米兰花呀 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香花了 但是它们的花朵呢 大多是白色的 而且花期也特别短 如果咱们在家里想养一些 开花花期长度自带香气的植物 可以选择一些薰衣草 可以选择一些金雀花 但是它们都是需要光照充足的环境 可以放在南洋台养护 如果是家里光照不足的话呢 还是不要选择这些花卉了 如果是家里有路养环境 把它们扔在外面风吹日晒 长得特别的劲爆 会长出一大丛 这种薰衣草是一种比较高三大起 上档次的花卉了 这个金雀花呢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养过 看一下它的花形 就非常的小巧精致 就像小鸟一样 但是它的花包是一串一串的 特别能爆花 它特别耐热又特别耐寒 夏天呢 零上40度的高温 也没有关系 冬天零下十几个低温 也冻不死它 不仅适合盆栽 它也特别适合地栽 它们还是特别好养的 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的注意 就是它们都是一些小草根 虽然它们耐热又耐寒 但是它们特别的不耐积水 浇水多了 它们的毛细根啊 就容易变成褐色的 失去吸水的能力 这个蜘蛛呢 又是黄叶子 又是若叶子 很多朋友养的花 出现问题大多都是 浇水过多烂根了 只要是注意这个 这个是特别好养的 而且这个金雀花呢 不仅开花特别的清香 它的花果啊 摘下来还能吃 还能炒鸡蛋 是特别清甜的味道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觉得有用 点个赞吧 好看事